演唱片劇家 《顏面 Road 》 演唱片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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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見到最多一位 就是德叔葉曉德先生 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差不多一星期 起碼見到我四天 吃午餐、聊天 很健談 她的記性很好 很多事情她會記得 她會告訴她 所以做資料等等 你認識到她是非常好 她是一位非常非常用力的 她是一位編劇家 為何說她用力 她對很多事情都很執著 但是你不要以為她執著 她是古版 她不古版 我搞實驗劇團的時候 她和我一起開會 一起寫東西 甚至有些戲 我就說那裡不要這樣 我不想這樣 或者是導演告訴她 或者是一些演員告訴她 她是肯改的 只要你說得出你的理由 她不是一字不易 有很多不是的 老夫子的作品一字不易 你不要動我的 你動我就反面 她不是的 儘管她後來成名 很大名很大名 她和我們在一起 從來都不會執拗這些 只要你是說得出理由 我試過她寫十五冠 和實驗劇團寫十五冠 當時我就是實驗劇團團長 和她一起開工作會議 她寫了一段戲 所以到現在到底 那幾篇子去哪裡 我都不知道 我們不是撕掉她 我們是減了她幾篇子 就是什麼呢 就是十五冠的故事裡面 蘇樹娟那晚 被老爸的養父欺騙她 後父 我將你賣了給誰 所以我有十五冠錢 其實那十五冠錢 她在親戚借回來 開肉店 即是那間肉店停業 她是窮極了 找親戚借了十五冠 明早就開業 那個她又喜歡開玩笑 喝到最高興回來 我賣了你 所以有十五冠 那女生就害怕 離開 原來那一晚 就發生結案 發生結案之後 這個女生就害怕了 走了在外面 她不知道發生結案 又不知道 謀殺了她的後父 那她去到外面 就去高橋 走不懂路 看到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做生意 是伙計來的 麻煩你高橋哪裡去 那男生說 這裡去吧 我也是去的 就跟著她 於是那些公警來到 就說她兩個人 就是謀殺了油狐露 即是謀殺了蘇小健的後父 就是搶了十五冠錢 游狐露 借了十五冠錢 去做生意 而這個人 就拿著十五冠錢 去買貨 這個熊友蘭拿著十五冠錢買貨 非常冤枉的故事 那德叔呢 就很喜歡寫生蛋 於是一生一蛋 她很開心了 就寫了三篇幾字 唱團是非常優美 但我們結果開完會之後 德叔說對不起 我說 麻煩你的三篇字 留下她 日日至上 為什麼 因為最大的問題 如果這個女生說 我不知道高橋哪裡去 請問你高橋哪裡去 那男生說 你跟我吧 我也是去高橋的 那就很冤枉 如果你們兩個 聊了三篇幾字 冤枉的程度 越降越低 越降越低 不知為什麼 這個我也不明白 從頭看到尾 觀眾覺得你冤枉 但是為什麼不能談 就是被觀眾覺得 真的很冤枉 話都不說多一句 都不知道那個是誰 就被人拘捕了 說他們兩個 是甲大師徒之類的事情 所以說完之後 德叔是服的 是的 好了 那就拿了三篇字 但是 那三篇字去了哪裡 不知道 以後有沒有人唱過 其實那幾篇字可以入唱片 因為你不是演戲 不是演戲 不要緊的 是嗎 德叔寫曲 是非常詳順的 他有個習慣很好的 就是他把所有譜 先寫了 他用圓筆 很幼的圓筆 寫很小的字 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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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然後放一些字下去 是非常好的 他這個方法 是寫曲最適合律的方法 一定不會咬住工尺 所以他本身 好像是王月生老師教的 他是很信奉王月生老師的 所以他的寫曲 是的而且確有一套 很信的 從來沒試過 是說 喂喂喂 德叔 我唱不行了 這句話 咬口 從來沒試過 他也是 真是唐迪生先生以後 的一大作手 其實 德叔和我還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不過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聽 如果喜歡聽 就留言給我們 說喜歡聽 我告訴你 如果你喜歡聽德叔的曲 就不要忘記重溫我們 同仁同心 抗疫重生 慈善囚款義唱 中間有些曲是他的 有些曲子 we are 所有人 時候 每個人 都會